您好 正当中国与印度全面对峙 印度在中印边界布置了重兵 中国也有大量军队在清藏高原那一带部署的情况下 越南终于选边站了 最近越南与印度突然宣布签署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然后印度还提供了6亿美元的贷款 帮助越南提升军备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这个钱很少而且又是贷款 但是这就意味着印度要帮助越南提升它的军事技术 因为真正的作战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 光是集中在导弹或者是空军或者坦克 或者一些就是国际上人们就是特别注意的一些硬指标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小的武器 比如说这个包括机关枪 包括这个步枪 包括冲锋枪 还有狙击步枪 甚至包括这个手雷 还有这个地雷 这些东西有时候呢 对战争的这个作用呢 往往更大 所以印度呢 它是有办法来帮助越南提升军力的 那个越南呢 其实本来呢 按照我的看法 它跟中国军队是不相上下的 因为我曾经在 在我以前为了这个在中越之间建立一个通道 我曾经多次到中越边境一带勘探地形 然后呢 我还曾经也曾经到越南去旅行过 越南呢 跟中国呢 可以这么说 自古以来就是一堆冤家 这个世界上呢 大概只有两个国家 真正接受了一些儒家思想 那就是一个是越南 一个是这个朝鲜 像日本呢 接受了学习了中国的一些汉字 但并没有接受儒家思想 其他周边的周围的各个民族 或者是各个国家 比如说像西藏人 蒙古人 这个新疆人 我们汉人品尝试就知道 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儒家思想 认为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都是招博 他们拒绝学习中国文化的 任何一点一滴东西 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人呢 拒绝这一次呢 接受中共的这个所谓 汉语改造计划一样 因为他们从内心里面 觉得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文明 要远远优异于汉文明 这个越南这时候呢 与印度合作呢 这实际上是对印度 一个强努力的支持 此前我就考虑过 因为中国跟印度 如果打起仗来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个盟军是谁呢 超选呢 不会出兵的 有一个国家有可能帮中国的忙 那就是巴基斯坦 如果中共一方面重金 这个支援这个巴基斯坦 另一方面呢 收买巴基斯坦的这个上乘 那是有可能使得这个巴基斯坦出兵的 因为巴基斯坦呢 它跟印度呢 也是长期对峙 尤其在克斯米亚 就是说双方的军队呢 多次发生冲突 甚至冲突连续了几十年 如果有机可乘 那么巴基斯坦可能会出兵 去攻占整个的这个巴基斯坦 也就是硬控巴基 那个 不 就是巴基斯坦有可能出兵 去占领这个硬控克斯米亚 所以说呢 这有可能参战 但是印度呢 我们知道 它的帮手太多了 在国际社会里面 美国会帮助它 这个法国会帮助它 英国肯定会帮助它 然后呢 还有俄罗斯呢 也站在它一边向它供应武器 以上这些国家呢 都会向印度提升军备 其实呢 中印两国呢 作为人口大国 一旦打起仗来的话 真正起优势的不是军备 因为双方的军备呢 这个差距不大 但如果西方给予帮助的话呢 印度的军备将会更多 但是印度人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的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技术呢 具有潜在的升级优势 然后呢 这个现在如果能够得到越南的帮助呢 那就等于可以到时候夹击中共 让中共的这个军队呢 就是左右之处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刻 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盟协议 据说这个协议出来过以后呢 张昭忠 就是中共的首席评论家 立刻慌了 他警告越南要看清楚方向 看清楚形势 要站稳立场 意思呢 就是说 不能跟印度结盟来对付中共 这就说明呢 中共内部呢 是非常恐慌的 因为中国跟越南 在西沙群岛的这个冲突呢 最近自从1975年来 可以说是圆绵不断 因为双方就是为了争夺那些烂岛屿 谁也不想让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中间曾经爆发过 十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将来呢 中越之间呢 是早晚要有一战 所以越南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 有国家跟中国打仗 然后越南趁机再打过去 第一呢 他可以把夺取全部的西沙群岛 第二呢 他可以在中印边境占领一些 他认为是他的地盘 第三呢 他可能最终呢 还是想占领广西 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呢 在越南人看来呢 跟他们是一个民族 或者说跟他们相近的是一个民族 应该呢建立一个缓冲国家 让广西独立 这可能是越南人一直 希望达成的目标 除了越南呢 现在呢 就是跟印度结盟 有可能将来跟中国打仗以外呢 日本的态度最近日益强硬 在最近的一场这个 国际会议上面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 宣称呢 中国是对日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说呢 日本必须随时准备战斗 而且呢 日本已经做好了 为钓鱼岛而战的准备 日本会为自己的每一寸领土 每一个厘米的领土而战 尤其是钓鱼岛方面 这就说明呢 现在日本呢 也开始越来越积极地 想要攻打中国 想要打击中国 所以说呢 中共这个集团呢 可以这么说是 惹翻了周围所有的国家 而且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呢 开始惹翻了这个蒙古 因为现在蒙古的事态 不仅没有平息 实际上还在发酵 因为这个蒙古人呢 在世界各地 闪聚的很多 我们知道 蒙古人曾经建立 欧亚大帝国 他在世界各地都有闪聚 就光住在日本的蒙古人 都数以万计 今天呢 就有数千蒙古人 上街游行示威 抗议中共的这个政策 支持他们在这个 内蒙古的那些同胞们的 这个抗议 这个呢 实际上是具有标志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这个蒙古人 开始这样大规模的 集结抗议呢 那就意味着 这个蒙古国的日本人 将来也会大规模集结抗议 然后呢 在俄罗斯呢 还有四个蒙古共和国的人呢 也会集结起来 进行这个游行抗议 其实呢 在美国 在欧洲的这个蒙古人呢 已经多次进行了 小规模的抗议 但是呢 这个趋势演变下去呢 就是全球的蒙古人 都可能被动员起来 成为中共的敌人 他们一来呢 可以在国际社会里 施加影响 二来在必要的时候呢 他们会组织人 去组织军队 去支持这个内蒙古的人的反抗 所以说中共可以这么说 他树立了一切能 一切的这个邻居 就是说 他一切能够跟他们作对的邻居 也就是说呢 他反正是始祝不怕开水烫了 就是只想到呢 与人类为敌 他总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呢 不来一场战争呢 中共不会明白自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今天还有个视频看了 让我笑起来 就是两名共军呢 在这地方试验一个金色的火箭炮 一个火箭弹 就是那肩扛式火箭弹 结果搞了半天 一发射 那火箭弹只跑了几十米 就掉在地上 然后那个火箭弹开裂了 那个火箭筒开裂了 你说说这个共军 这样的装备是多么糟糕 实际上共军现在的这个装备的质量呢 比甲午战争时期还要糟糕得多 所以说你不打仗呢 共军不知道厉害 一打仗他就知道他是多么的腐朽 无能无用